手機間諜軟體不但能讀取手機裡所有訊息和影片 任意開啟鏡頭麥克風 甚至監控位置 在2019年驚傳 通訊軟體WhatsApp遭害轟動一時 飛馬是以色列的NSO集團所開發 2021年蘋果認為飛馬駭入iPhone 對NSO集團提告 飛馬在全球掀起爭議 但NSO集團表示 只出售給政府機構打擊犯罪和恐怖分子 而且銷售藥以色列政府批准 美国媒體曾報導 土耳其卡達等政府都是他的客戶 收訊的人完全不知情 也不需要 有些狀況下面 完全也不需要做任何點擊的狀況下 就植入了後門 國安的用途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關的監控用途 當然其中比較爭議的部分 就會是他們曾經被拿來 監控一些維權人士 看到以色列二十四家新創獨角獸當中 資安相關就佔了三分之一 包括WIZ 跨雲 平臺安全管理 還有主公身份管理 安全邊界管理等新創企業 以色列發展資安生態圈 因為有以色列政府的強力支持 還有強敵環四全民皆兵的時空背景 以及許多國際企業到當地成立研發中心 使得以色列災能力位居全球前三大 在網路作戰中佔有相對優勢 三立新聞 林書顯理文科綜合報導